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人生甲晴星,我是晴晴 我们都知道呢,美国在独立战争后就建立了共和制的国家 在美国本土从来没有实行过君主制 不过呢,最后加入美国联邦也是美国50州 唯一不在美洲大陆上的夏威夷州 可是呢,美国唯一有过君主制的地方 原本呢,属于夏威夷王国的两座王宫 也是美国领土上为二的王宫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人物呢,就是夏威夷王国第一位 也是最后一位的女王 她出生在夏威夷的贵族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 尤其在音乐方面的造诣非常高 她写的歌还曾经作为夏威夷国歌 在几任国王都相继无子而终后 她成为了夏威夷的首任女王 不过此时夏威夷的军权和控制权都已经被西方移民给掌握 于是女王一上任就积极要休闲恢复君主以及夏威夷原住民的权利 但想要占据夏威夷的新方人以优势的武力逼迫女王退位 为了不使人民受害 最终她签署了退位文件 夏威夷成为了美国移民主导的共和国 首任也是末代夏威夷女王晚年只靠着政府发放的津贴过活 在她去世的40多年后 夏威夷正式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美国的第50中 但女王坚定守护夏威夷的决心至今人升职夏威夷人心中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夏威夷王国首位 也是末代女王力流卡拉尼 力流卡拉尼女王的本名是 1838年9月2日出生在夏威夷群岛中面积第三 也是人口最多欧湖岛的最大城 现在夏威夷州的首府火努璐璐 又或者被称作另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 潭香山 立立乌洛洛库出生在夏威夷的贵族家庭 父亲卡帕阿凯亚和母亲科侯卡洛来都是来自酋长家族 母亲的身份尤其尊贵 这里我先简述一下夏威夷王国的历史 我们现在熟知的夏威夷群岛 原先都是各个独立统治的岛域 18世纪末群岛中最大岛 夏威夷岛的科哈拉部落酋长卡美哈美哈 在其他五位酋长的支持下统一了夏威夷 此时西方的冒险家 船教士 商人等等早已进入夏威夷 于是卡美哈美哈就仿效西方君主立宪制 成立了夏威夷王国 他成为首位的国王卡美哈美哈大帝 也被称为卡美哈美哈一世 支持他的五位酋长也都成为了王室顾问 我们今天的主角莉莉乌罗洛的母亲家族 正是这五位酋长其中两位的后代 也就是说莉莉乌罗洛的家世背景是相当显赫 根据夏威夷的习俗 小孩的名字会依照当时发生的事件来命名 在莉莉乌罗洛出生时 当时的摄政王后基纳乌的眼睛受到感染 于是莉莉乌罗洛的名字便是聪明 多累 着痛 眼睛 酸痛 不过在他出生时 夏威夷已经相当程度的被西化 王室和贵族子女都接受西方教育 并信奉基督教 莉莉乌罗洛也在出生的三个月后 接受美国传教士受洗 并取教名为Lydia 莉莉乌罗洛的父母至少生了十个小孩 虽然有几个不幸夭折 但以当时医疗和卫生条件都不是很好的状况下 他们是夏威夷贵族家庭中 少数拥有众多小孩的家庭 莉莉乌罗洛是他父母第三个存活的小孩 他有两个哥哥和几个弟弟妹妹 不过夏威夷原住民有将小孩给其他家庭收养的传透 或者也可以视为交换小孩 在夏威夷语里被称作哈乃 哈乃的作用就和我们熟知的联姻一样 又来强化各家族间的关系 这在当时的夏威夷是非常常见而且正常的 莉莉乌罗洛和他的手足们都几乎是哈乃小孩 莉莉乌罗洛被比他原生家庭更高贵的酋长阿布纳帕吉和他的妻子 当时下位国王卡美哈美哈三世的侄女罗拉科尼亚收养 不过呢虽然被送养 莉莉乌罗洛和当时大部分的哈乃小孩一样 与原生家庭维持紧密的关系 并且和哈乃的姐姐 原生家庭的手足一起上学玩耍感情相当的好 1842年莉莉乌罗洛四岁时 因着他的贵族血统以及家族和王室的关系 他和他的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们 依照法令被国王卡美哈美哈三世 列入了王位继承名单 随后呢按照夏威夷王国的传统 莉莉乌罗洛进入了由美国传教士库克夫妇开办 专门提供给王室和贵族子女的酋长子女技术学校读书 莉莉乌罗洛和大部分都和他有着血缘关系的同学们 一起学习英文、写作、数学、物理、地理、历史、音乐等等西方教育 不过虽然受到良好的教育 但在莉莉乌罗洛后来的自传里他提到 他在寄宿学校过得并不开心 但学校呢他们只能用英文不能用母语 而且所有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都必须要遵循西方版人的模式 只要不合规定就会被惩罚不能吃晚餐 莉莉乌罗洛就经常饿着肚子睡觉 1848年莉莉乌罗洛10岁时 夏威夷爆发了麻疹疫情 而且呢随之而来的相关疾病 包含了白日咳、腹泻、流感等等传染病 也在夏威夷群岛间大流行 短短的一两年内有超过10%的夏威夷人病室 而且大多数都是没有抗体的原住民 其中呢就包含了莉莉乌罗洛只有3岁的亲妹妹 国王和王后的哈乃小孩凯伊米娜奥奥 其实呢从西方势力进入夏威夷后 也将疾病带入了夏威夷 这导致原本与世隔绝生活 没有抗体的夏威夷原住民大量的死亡 根据记录从1778年 英国库克船长敲开夏威夷大门 到1876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夏威夷原住民的人口不但没有增长 还从原本的30万 瑞减了84%只剩下5万人 这让夏威夷原住民的势力越来越视为 也间接导致后来的亡国覆灭 丽丽乌罗洞库原先就读的学校 因为麻疹疫情关闭 于是他和同学也就是他的亲戚们 就到了另外一间也是由美国传教师开办 让王室贵族子女读的学校就读 因为呢这间学校不用住宿 丽丽乌罗洞库在这里也比较开心 他很聪明 学业成绩很好 在音乐方面的造诣更高 他会弹钢琴 吉他管风琴等等的乐器 还很会作曲 一声呢至少谱了超过165首歌 大多数的作品都和夏威夷文化有关 其中包含了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夏威夷歌曲 星际宝贝和时速列车都采用过的电影插曲 阿罗哈欧尔 学校毕业后 丽丽乌罗洞库的同学 同样身为夏威夷贵族的爱马 嫁给了刚进城王位的国王 卡美哈美哈四世 丽丽乌罗洞库呢 不仅是新王后的伴娘后来也成为他的宫廷侍女 陪伴爱马王后出入各式社交场合 也是贵族女子的丽丽乌罗洞库婚姻大师 当然也备受关注 在他担任宫廷侍女期间 1857年19岁的丽丽乌罗洞库 与同样喜好音乐的夏威夷贵族露娜利罗订婚 不过两人的婚事 受到了国王卡美哈美哈四世的反对 并未完婚 随后呢 丽丽乌罗洞库和一位美国出生 从小随着船长父亲定居夏威夷的欧洲裔美国人 约翰·多米尼斯订婚 多米尼斯1832年出生 只比丽丽乌罗洞库大了六岁 而且呢 多米尼斯小时候读的学校 就在丽丽乌罗洞库读的 酋长子女记住学校旁 多米尼斯和酋长学校的夏威夷王 是贵族子女 是一起玩着长大的 也可以说是丽丽乌罗洞库的青梅竹马 虽然多米尼斯的船长父亲 在他14岁时失踪于航行途中 但多米尼斯的家庭依然和夏威夷王室 维持良好的关系 他后来呢 成为了国王卡美哈美哈四世的秘书 所以国王十分赞同他和丽丽乌罗洞库的婚事 1862年9月16日 两人依照基督教圣公会的仪式晚婚 这年丽丽乌罗洞库24岁 多米尼斯30岁 婚后丽丽乌罗洞库搬进了多米尼斯 被命名为华盛顿宫的宅邸 但是七美竹马的两人婚姻并不美好 两人呢 和多米尼斯的寡妇母亲玛丽一起住 不过玛丽希望儿子娶的是白人 不是夏威夷住民 婆媳的关系相当的不好 丽丽乌罗洞库在志传里还说到 玛丽甚至叫他入侵者 这当然呢 也影响了小夫妻的感情 而且呢 多米尼斯相当风流 经常有婚外情 两人终身都没有孩子 不过丽丽乌罗洞库不顾丈夫的反对 收养了三个哈乃小孩 他最小的儿子叫做约翰多米尼斯 没错 这位正是他丈夫和女仆的私生子 婚后的丽丽乌罗洞库 依然活跃于宫廷事务 和王室的关系也一直很紧密 但就在他结婚的隔年 年仅29岁的国王卡美哈美哈四世 因为哮喘病逝 卡美哈美哈四世之所以能成为国王 是因为他是国王卡美哈美哈三世的哈乃儿子 但卡美哈美哈四世唯一的儿子 也是王太子在四岁时夭折 于是王位呢 由他的亲哥哥洛特卡普埃瓦继承 制为卡美哈美哈五世 三年后1866年国王让音乐才女 丽丽乌罗洞库谱写新的夏威夷国歌 取代了原先使用的英国国歌 God Save the King 这首歌后来用了十年之久 丽丽乌罗洞库和王室女眷 王后公主们的关系也很好 他们一起筹筹了王后医院 和专门帮助长者病患的公益组织 丽丽乌罗洞库还进到了现在的普纳湖学校 当时的奥哈五学院进修 国父孙中山和美国首位夏威夷出身的总统欧巴马 都是这所学校的校友 可以说呢 虽然婚姻不顺利 丽乌罗洞库依然过着多彩多姿的生活 在国王卡美哈美哈五世继位的九年后 1872年12月11日 国王在他42岁生日的当天病逝 卡美哈美哈五世终身未婚 虽然有私生女但无法继承王位 而他所立的王厨 他的妹妹维多利亚卡玛玛奴公主 比他还早过世 根据校友王国的宪法 当君主没有指定王厨就去世 国会将从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中 选出新的君主 而当时最有可能的三位人选 都与丽丽乌罗洞库息息相关 与国王卡美哈美哈五世 血缘最近的是丽丽乌罗洞库的哈乃姐姐 帕瓦西帕鸡 但他明确表示不愿继承王位 另外两位人选一位是曾经和丽丽乌罗洞库 订婚的露娜利罗 另外一位则是丽丽乌罗洞库的亲哥哥 卡拉卡瓦 但露娜利罗与卡美哈美哈王朝的血缘更近 他的酋长身份也比较高 于是露娜利罗被选为新国王露娜利罗一世 他是下位王国首位不是卡美哈美哈家族出生的国王 不过露娜利罗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 在位才刚刚满一年年仅39岁的新国王 未婚且来不仅指定继承人就病逝了 于是上次君主选举中未被选中 也就是利乌罗洞库的亲哥哥卡拉卡瓦被选为新国王 卡拉卡瓦登籍后授予原生家庭的弟弟妹妹王室头衔 利乌罗洞库就成为了下位王国的公主 新国王卡拉卡瓦虽然有结婚但是没有小孩 于是他指定弟弟利雷欧侯库为王厨 但三年后1877年利雷欧侯库因为风湿热病逝 享年22岁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嗣 此时国王卡拉卡瓦已经没有任何活着的亲兄弟 于是他立了他最大的妹妹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利利乌罗洞库为王厨 并为他改名为利留卡拉尼 意思是王室中最聪明的 这年39岁的利留卡拉尼成为王厨后更积极的参与王室事务 他代表国王接见外宾在夏威夷四处访市 并在1881年国王展开为期281天的航空旅行时 以设政的身份管理国家 利留卡拉尼也积极投身医疗教育妇女事务等等 他指示卫生部门改善麻风病人的居住环境 并且创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利留卡拉尼妇女银行和教育组织 协助妇女改善经济状况 让生活贫困的女孩也能够读书 种种有利于民的施政 让利留卡拉尼相当受到夏威仁的欢迎 1887年4月王厨利留卡拉尼和王后卡皮欧拉尼 代表国王率领访问团前往英国参加英国女王维多利亚 登基50周年的惊喜纪念活动 他们一行人先到了美国华盛顿波士顿等地参访 并与美国总统格罗夫克里夫兰见面 随后他们从美国登船前往英国 代表夏威仪王室参加在伦敦西米斯大教堂 举行的女王惊喜庆祝仪式 维多利亚女王还在白金汉宫接见了代表团 但就在代表团还在欧洲时 夏威仪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行人只好匆匆返回夏威仪 至于夏威仪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要把时间退回到利流卡拉尼的哥哥 卡拉卡瓦国王登基的第二年 从西方人进入夏威仪时也引进了甘蔗 夏威仪的气候非常适合甘蔗种植 蔗糖也成为夏威仪重要的经济来源 为了促进夏威仪的经济 卡拉卡瓦国王登基的第二年 1875年与美国签订了互惠条约 夏威仪蔗糖得以免关税进入美国 但这也吸引了更多美国人投资 夏威仪的甘蔗种植 美国人或者是美国侨民的势力 在当地渐渐扩大 开始掌握政治经济大权 而且卡拉卡瓦国王和他的内阁 一直都有奢侈花销的争议 引起了西方人不满 于是1887年由白人组成的夏威仪联盟 联合了由传教士组织的 火弩噜噜致安火枪队发动武力政变 同年7月6日他们直接闯入了国王位于火弩噜噜的 伊奥拉尼王宫 强迫国王卡拉卡瓦签下新的宪法 因为这份宪法是在武力威吓下签署的 后来就被称作刺刀宪法 这份宪法有两个大重点 直接改变了夏威仪的命运 第一国王的绝对否决权被撤销 就大大削减了王权 第二让非夏威仪人也拥有投票权 但是从菲律宾日本等地输入的 亚洲劳工不得投票 另外必须要达到一定的经济水平 才能拥有投票权 而这个门槛是一般夏威仪平民不可能达到的 于是符合投票资格的只剩下人数很少的 夏威仪王室贵族富人 和占大多数在夏威仪经商的西方人 从此夏威仪几乎可以说是被西方人掌控 而根据蒂留卡拉尼的自传里提到 他的哥哥国王卡拉卡瓦 当时若不签下新宪法 很有可能直接被杀死 在签下刺刀宪法后 国王健康每况愈下 虽然远赴美国治疗 但四年后1891年1月 国王还是在旧金山病逝 王位由王厨利刘卡拉尼继承 国王过世的九天后 1月29日利刘卡拉尼正式宣誓成为夏威仪君主 她是夏威王国第一位 也是唯一的女王 她策封了丈夫多米尼斯为亲王 并且让一直在政府任职的多米尼斯 成为王室顾问 本来呢就很聪明又从年轻就开始参与 公众事务的女王利刘卡拉尼 对于治理国家相当的在行 她一几位就立刻要求她国王哥哥 有争议的内阁总持 她也了解四刀宪法对夏威仪的伤害 致力于恢复王权和夏威仪人民的权利 她通过了公有土地不得私有化的法案 以避免夏威仪土地继续落入西方人的手中 随后呢她又想要颁布新的宪法降低门槛 以恢复原住民和亚洲人的投票权 利刘卡拉尼女王还亲自到夏威仪各岛 向人民解释她要施行的行政 这使得她更受到人民的支持 当然也引起了既得利益者 也就是西方商人地主们的忌惮 他们担心呢会失去夏威仪的控制权 在女王即位的两年后1893年1月颁布新宪法的前夕 以美国传调是后代夏威仪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的桑福德多尔为首 西方百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 联合了美国驻夏威仪公使约翰史蒂文斯 请求美国巡洋舰波士顿号的海军登陆 发动武力政变 美国派出的海军加上百人组成的火弩鲁鲁治安火枪队 总共约有1500名士兵 与保皇党组成的女王禁卫军500人展开对峙 要求女王退位并且废除夏威仪王国 虽然美军并未侵入王宫 但为了并且发生武力冲突导致人员伤亡 利流卡拉尼女王宣布投降 在她签下的文件中 女王明确的写道 她是在武力威吓下被迫投降 不是自愿退位 随后政变者成立临时政府宣布戒严 而因为夏威仪引进大量日本劳工种植甘蔗 明治维新后日本也渐渐崛起 对夏威仪蠢蠢欲动 为了避免夏威仪落入日本人手中 临时政府随即派员前往美国华府 请求美国吞并夏威仪 当时已经寻求连任失败的美国总统班杰米哈里森 非常的赞同 在她下台前迅速签署了条约 不过利流卡拉尼女王也派出代表团 携带她的亲笔签名信 呼吁刚开始第二次任期的美国总统格罗夫克里夫兰 恢复夏威仪王国以及女王的合法权利 这位总统正是利流卡拉尼还是王储时期在美国会面的总统 而且克里夫兰总统是反对扩张的 美方调查后认定临时政府在夏威仪的行为是非法的 于是总统克里夫兰撤回了夏威仪加入联邦政府的条约 并撤换了夏威仪公使史蒂文斯 还提出只要女王赦免发动叛变者 就会协助她恢复夏威仪王国 但女王坚持要处死叛变者 这件事姿势体大 因为广义的来说参与政变的还有美国海军 同时间夏威仪临时政府不顾美国政府的决议 坚决反对交出夏威仪控制权 而因为夏威仪群岛位处太平洋中间 是美洲、亚洲、大洋洲的枢纽 战略位置相当重要 美国国会也开始转向支持吞并夏威仪 最终美国政府选择冷出力 不干涉夏威仪问题 在发动叛乱的隔年1894年7月4日 临时政府成立了夏威仪共和国 政变领袖桑德福多尔为共和国总统 以往被软禁在王宫 在共和国成立的隔年1895年1月 保皇人士组织了复辟行动 但是以失败告终 参加复辟的相关人等都被逮捕 几天后共和国政府宣称在女王住所发现了枪支 判处女王监禁5年 并且逼迫她签署退位文件 最终为了让组织复辟而被判处 绞刑的保皇人士得以被释放 1月24日57岁的立刘卡拉尼女王签署了退位文件 这时她在位还不到三年 将近百年历史的夏威亡国也正式覆灭 在被判刑的一年后 1896年共和国政府特赦女王 她回到华盛顿宫宅邸 持续为夏威亚主权独立和文化保护奋斗 女王还亲自前往美国寻求政府 媒体民间等等的协助 但就在她签署退位文件的三年后 赫里夫来连任总统失利 新总统威力麦金利一上任 立刻决议吞并夏威亦 夏威亦共和国在1898年8月12日 将主权移交给美国政府 伊奥拉尼王宫降下了夏威亦国旗 挂上美国国旗 夏威亦被并入美国的三周后 9月2日立刘卡拉尼女王60岁生日 许多原先的王公大臣和夏威亦人民 还是到了女王住所前 以原住民的传统仪式献上对女王的宠敬 虽然失去了王位 立刘卡拉尼没有忘记她的子民 1909年她将大部分的财产信托 用来帮助夏威亦儿童 女王的晚年除了持续音乐创作 和守护夏威亦传统外 最重要的是为夏威亦共和国 非法侵占王室土地财产向美国联邦政府索赔 但最终1911年夏威地方政府只同意 发给女王每年4000元美金的生活津贴 并让她拥有约24平方公里甘蔗种植原的收益 在立刘卡拉尼女王故事的前几个月 1917年4月 她的住所 华盛顿宫第一次升起了美国国旗 以纪念在美国级克霍伦阿斯特克号上 被德国潜艇鱼雷击中 丧命的五名夏威亦水手 随后她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七个月后 1917年10月11日 夏威亦王国首位也是最后一位女王 立刘卡拉尼在华盛顿宫病逝 享受79岁 在女王过世的40多年后 1959年 美国已注定美军的人数优势 通过了夏威亦全民公投 夏威亦正式成为美国第50州 虽然因为夏威亦原住民持续发起的独立运动 1993年克林顿总统任内 美国政府签署了道歉决议公法 承认夏威亦公投的瑕疵 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 对夏威亦原住民的补偿作为 夏威首位也是末代女王 立刘卡拉尼的故事就要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